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三在白宮的一次記者會上說 伊朗核問題六大國提交給伊朗一份核協議框架 可以使伊朗能夠滿足使用和平核能源的需求 並且解除對伊朗的經濟制裁 但奧巴馬表示還要幾個星期的時間才能夠知道 是不是會達成最後的協議 11月24日達成核協議的最後限期日益迫近 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他不認為會推遲最後的限期 克里星期日將在阿曼回誤伊朗外長薩利夫 以及歐盟外交政策主管亞什頓 伊朗承諾減少濃縮油項目 來換取西方國家結束經濟制裁 伊朗否認打算製造核武器 堅稱他們的核項目完全是民用的 與其他人的核心在一起